烧铁室友拒绝了你的摆拍 最近网上出现了很多同学嫌弃自己从家里带的食物 外婆亲手炒的花生米 让我带到学校给同学分享 但是他们都看不上 去学校前妈妈炒的牛肉干 他们都看不上 但却有一部分分明就是摆拍 看着好像室友都嫌弃 实际上那就是朝廷下发的赈灾粮 室友刚要摆拍发个视频 妈妈做的鲁味让我跟室友分享 结果他们都瞧不上 下一秒室友就像急了我家狗听到我偷吃零食的样子 朝廷的赈灾粮发下来了 时不时还能给你来一个高难度就餐 就连饭后的中药也一并让室友炫了两袋 我 这可是中药苦得很 室友 闭嘴 我常玩自有定夺 主打的就是 只要不是屎 路头就秒 一般大学的室友都很有分寸 给他他就吃 不给他就直接抢 我刚把吃的拿到宿舍门口 室友 有味 下楼拿了个外卖的功夫 刺牌 地盖都给你插满了吸管 不论室友带的什么食物 我都得尝尝咸淡 天天看室友吃抗抑郁的药 问了一句我吃会不会死 他说 你吃四分之一就应该没事 我 给我掰点 上学那会我妈给我带了点肉干 上吐那个爹从知道我有肉干的那一天 开始睡觉磨牙 就是那种丧尸啃头盖骨的声 说是做梦都想吃我的肉干才磨牙 我妈知道以后 怕我在宿舍被他们分着吃了 愣是连夜做出来五斤肉干上供 就算室友都吃完了 都还得再翻翻你的行李箱 并眼神你 咱妈给咱带的好吃的你到底藏哪了 俩眼一瞇就是钉 俩手一伸就是拿 小嘴一张就是 咱妈的手艺真行啊 买的小钢筋磨牙棒 老子一上午吃半根 学校的那些巨齿鲨一上午吃了三盒 开学拿回学校吃的 发了这张照片在群里 五个人在学校门口借我行李箱上楼都不用自己拿 室友 你吃的什么 喂C 室友 给我吃两片我 一天一片 室友 明天我不吃不就完了 室友海鲜过敏 我拿的大虾 死活得吃 就着过敏要吃也要吃完 现实真的就是 你妈就是我妈 有吃的咱就是一家